好 各位观众朋友 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好热 动不动就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 你可能会觉得食欲下降 那这个状况同样也发生在猪的身上 有猪农就说这个天气太热了 猪肢都是休息 连吃都懒得吃 那这也连带影响到了猪的价格 有人说呢 预估未来三个月都会落在高峰 那想请问一下老板 最近这个猪肉是不是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多少都会 下间多少都会 你们最近影响了 就是顾客是销售量吗 还是猪的价格有影响 猪的价格是因为现在物价都涨 然后物价都涨的话 有的顾客根本销售买不起 你懂吗 因为上班族的大部分就是 随便买个便当 然后我回家买了 现在什么都涨 我买了回家还要煮又热 天气部分有影响到 酥肉的销售量吗 当然有啊一定会的 掉了多少吗 掉了大概一半一个 一半有 一半有 跟冬天来比的啊 可以说这个猪也是 除了肉啊有没有受到 可能他们不吃饭这些影响 就是在掉肉的时候 那如果是说交餐馆的话 他会固定是一定要叫的是没差 那我们卖的客人多少有差 就是说他就想说这么热不要煮蒜 好可以听到呢 猪肉谈犯都说这个天气热猪肉也受到影响 那这个猪不吃呢 猪肉其实也是生长也受到了影响 那除此之外呢 在叶菜类的部分啊 其实也受到天气因素 那像是蔬菜生长不易 像是一些瓜果类啊 丝瓜啊 南瓜啊 这个菜下未来恐怕都会上涨 以上是现场最新一样 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